简单地说,一个种植番茄的农民通过其手机接收有关其农作物的信息提示并能采取相应的行动。 而这一切都得益于这种作物监视系统放置在地面以下的传感器监测农田面积和测试有关的信息,如亮度、湿度和营养水平。 该设备将信息发送到农民的手机或平板电脑,让他们能够迅速解决问题。 来自阿尔-Melya的Nijar,同时也是来自沙维亚的Marela de Algorgen,José Luiz是研发该一期团队的成员。 如果我们的用力帮助到它们的生产,因为它们会有少量的水平,会增加高度的水平,会增加高度的水平。 该系统他适用于各种作物,正在整个阿尔-Melya省的农业大棚进行介绍, 并且它们也像这样正在对橙子的种植进行实验。 这是农业的前沿尖尖端技术的创新。